强强联手的 敛财蛀虫 对于吴仪辉来说 2014年6月12号 是他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 在这一天 他不仅因为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约1.7亿元的涉案数额 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而且他还被告知 他用官位和金钱换来的私生子 竟然是别人的亲生子 曾经权倾一方的吴仪辉 为何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呢 他又是如何被人吓套 心甘情愿地为别人敛财 养孩子的呢 随着吴仪辉一案的终结 幕后的真相 也逐一浮出了水面 1994年9月 18岁的林佳靖 在江苏一所中砖毕业后 为了和大学毕业的男朋友 厮守在一起 他们一同来到广州打工 林佳靖虽然只有中砖学历 但他身材高挑 面目秀丽 一到新的单位 都会受到男同事的追捧 然而 在知道林佳靖早就名花有主后 那些人就不再青睐他 让他丧失了很多机会 日子过得很艰难 林佳靖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决定换个城市开辟新天地 把男朋友留在广州打拼 到了广东的一个地级市后 林佳靖应聘到一家建筑公司 担任办公室文员 这份工作 让文秘专业毕业的林佳靖如鱼得水 很快就被提拔为董事长秘书 并且得到了董事长关正华的喜爱 关正华是香港人 他在内地最开始从事服装行业 后来把业务扩大到建筑 地产领域 自从林佳靖担任了他的秘书后 关正华一下子就被女孩吸引住了 此后 顺理成章的 林佳靖成了关正华的地下情人 关正华有家事 林佳靖也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关正华在事业上帮助他 林佳靖和关正华走到一起后 就决然地和男友分了手 住进了关正华安排的公寓里 林佳靖对关正华死心塌地 还偷偷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关正华也投桃报李 不仅在事业上手把手地教林佳靖 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 让林佳靖担任总经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家公司算是关正华补偿给林佳靖母子的礼物 有了事业 有了疼爱自己的人 林佳靖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很快 他就在行内干得风生水起 不仅拥有了千万财富 也拥有了几栋豪宅 然而 好景不长 关正华和林佳靖之间的地下情 最终还是被关正华香港的夫人知道了 夫人把关正华拉回香港 把公司转给职业经理人打理 断绝了关正华和林佳靖之间的来往 此时的林佳靖身边带着一个孩子 工作和生活都不方便 最后林佳靖请求关正华把孩子弄到香港读书 他好全身心地在内地开展工作 无牵无挂 又身家千万 林佳靖成了当地地产界的传奇人物 而凭借着美貌以及积累下的人脉 林佳靖的生意也做得风生水起 林佳靖做事雷厉风行 而他最厉害的杀手锏 就是金钱加美色 2006年的一天 为了拿到环保局的还评手续 林佳靖请时任环保局局长的吴一辉吃饭 宴会结束时 林佳靖递给吴一辉一盒茶叶说 我听说局长喜欢喝茶 这是我特地请人从云南带来的极品铺耳 对身体有好处 吴一辉觉得一盒茶叶而已 也就不客气地笑纳了 回到家 吴一辉准备品品普尔茶 打开茶叶盒一看 他愣住了 里面根本就没有茶叶 而是整整50万元现金 在此之前 吴一辉从来没有直接接受过什么贿赂 面对这50万元现金 他一时很慌乱 不知如何是好 他有心把钱还给人家 但那毕竟是花花绿绿的钞票啊 再说 人家是用这种方式送的 外人也不会知道 如果不送回去 这毕竟是受贿 人家也不会白白地送钱给自己 肯定是有求于他 他犹豫了半天 还是没舍得把钱送回去 准备到时候再说 几天后 林家静来到吴一辉的办公室 提出请吴一辉 在他公司的一个环保项目 审批验收方面提供帮助 这好办 完全是自己权限范围内的事 吴一辉只是签了几个字 就把事情给办妥了 然而 自从和吴一辉接触以后 林家静却久久不能忘怀 原来 吴一辉和林家静的前任男人 关正华长得很像 而且 林家静还看上了 吴一辉身上的前置 经过了解 林家静知道 吴一辉年纪轻轻就当上了 环保局一把手 而且 他的岳父还是市里的高官 吴一辉今后 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如今 他已经把他拉下水了 今后 他还可以在他身上 做很多文章 做了多年生意的林家静也明白 如果有一个大靠山 做起生意来 就轻松多了 打掉主意后 林家静 决定在吴一辉身上 做做文章 几天后 为了感谢吴一辉帮忙 林家静 决定再次宴请吴一辉 西间 林家静满面春风 频频给吴一辉敬酒 酒过三旬 西间的气氛越来越融洽 此时 林家静见吴一辉的心情特别好 就不时时机地 再次送上一百万元给吴一辉 并表示 只是想和吴一辉交个朋友 今后 他还可以在金钱上支持吴一辉 他愿意和他绑在一起 一容俱容 几分微醉的林家静 脸上红扑扑的 让吴一辉心援一马 看着看着 他突然伸出双手 把林家静紧紧地抱住 第二天一觉醒来 吴一辉有些愧疚地对林家静说 对不起 我酒后失态让你受惊了 不过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今后 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林家静一阵狂喜 看着吴一辉一步步陷入自己的温柔圈头 他开始 处心积虑地策划今后的生活 企图在吴一辉身上 发一笔横财 自从和林家静有了肌肤之亲后 吴一辉就再也无法忘记 林家静那令他销魂的身体 由于林家静单身 吴一辉一有空 就跑到林家静的豪宅里和他约会 然而 吴一辉万万想不到的是 林家静并非对他忠贞不二 在和吴一辉保持关系的同时 林家静还和在广州工作的初恋男友 重续前缘了 男友每个月都会来到当地和林家静生活两天 在其他空隙 林家静都背着男友和吴一辉约会 虽然和吴一辉偷情 林家静是瞒着男友的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很快 有关林家静和吴一辉的传闻 就传到了男友的耳朵里 在男友的逼迫下 林家静只好道出实情 并告诉男友 他对吴一辉尾身 是看中了他身上的潜力 是想谋取更多的报酬 在林家静的劝说下 男友在时被稳住了 不久 林家静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让他又惊又喜 连忙告诉男友商量对策 见事已至此 男友说干脆公开两人的关系 把孩子生下来 但林家静却不同意 他突然想到了一条致富之路 在和男友保持关系的同时 他还和吴一辉保持着关系 只有他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 但吴一辉并不知道 如果他说这个孩子是吴一辉的 吴一辉也无法推脱 于是林家静把自己的计划 和男友和盘拖出 他要利用这个孩子 大做文章 听林家静你说 男友感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了 林家静和男友一合计 觉得只要拿出孩子是吴一辉的证据 林家静就真的能彻底 把吴一辉套牢了 经过斡旋 林家静在医院开了一张 怀孕的证明 将受孕的时间 安排在他和吴一辉 有幸生活的那一天 证明拿到后 林家静就给吴一辉打电话 一见面 林家静就拿出那份医院证明 羞涩地告诉吴一辉 他近来经常干呕 到医院检查 竟然是怀孕了 吴一辉听了 高兴地几乎跳了起来 他不假思索地说 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 原来 吴一辉心里 一直有一种强烈的缺憾 他和妻子 只有一个女儿 而作为公务员 他只能生一个孩子 身为潮汕人 没有儿子会被人笑话的 他本来已经没有了念头 但林家静的怀孕 再次勾起了 他对儿子的向往 吴一辉安慰林家静 让他潜心把孩子生下来 他的后半生 就为儿子而活了 那么吴一辉 到底会如何敛财呢 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你觉得 主播播的 还有那么一点意思的话 欢迎您关注一下主播 订阅一下专辑 分享转发一下 主播苏醒不胜感激 主播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